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乐铁粉的频道 这个频道会讲一些火车的知识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条片记得like和订阅 而这条片就会讲下九铁的神秘路线 那我们开始啦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当年 九铁是有计划一条支线前往大埔工业村呢 而这一条支线就叫旋弯支线 而这条支线早于1974年就已经提出 路线就设有两站 就是南坑站和工业村站 而我今天就会讲这一条支线 那我们开始啦 在1974年 九铁局就提出在大埔新市镇规划铁路的构思 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规划的路线慢慢成为了旋弯支线 而就在1975年 港英政府兴建大埔工业村 而九铁就决定开始为支线进行经济效益评估 而路线就在现在的泰和站 路轨就会分叉转油 而路轨就会去到现在的富幸村 然后继续向东走 就会去到大埔工业村站 其实 这条路线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刚刚讲的路线 而第二个版本 就是在丁丽路转油 转到去丁角路 就继续向东前往工业村 然后到最后 当年九铁局都是选择第二个版本 经过丁角路 前往工业村 顺带一提 当年太平工业中心的广告中 也都有陶积指出当年的未来车站 就在丁角路交界 但是现在同样位置已经变成游乐场 然而在之后的版本有提及路线是会继续向东行前往乌溪沙 然后向南行前往大水坑 再去到牛皮沙 即是现在的石门 再转往沙田站 同东铁进行交汇 这个就是旋弯支线的最后形态 旋弯支线在之后几年都是研究阶段 而其实在同年九铁也都提出了另一条支线 就是葵冲支线 这条支线由沙田通往葵冲 而这条路线的主要目的是运载货柜 我可能会在路线专辑那里详细解释 在70年代中 开始有官员质疑旋弯支线值不值得兴建 他们觉得刚刚出厂的货品 应该直接经过旋弯支线前往沙田 再接驳葵冲支线前往葵冲货柜码头 否则就 认为旋弯支线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而当年的时任新界政务司 就认为旋弯支线的命运就在葵冲支线上 在1977年 因为中国对铁路运载的使用度大减 开始小用铁路运载货柜 然而 当年货柜码头的用地即将饱和 政府就需要如留土地进行货柜码头扩建 而车闸就阻碍货柜码头发展 就是这样 葵冲支线就就此结案 意味旋弯支线计划正式各置 这个就是旋弯支线的全部历史 今天这条影片已经完结 多谢收看今集节目 我们下条影片见 拜拜 拜拜